大家好,我是王树森 这节课主要介绍SENet和Bilinear Cross 这两种方法用在排序模型上都有收益 SENet发表在2018年的CVPR 应用在计算机视觉问题 下面引用的第二篇论文 把SENet用于推荐系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这节课只讲SENet如何应用于推荐系统 这些是推荐系统用到的离散特征 包括用户ID、物品ID、物品类目、物品关键词 等等 对这些特征做embedding得到很多个向量 下面我要讲SENet怎样对这些特征做变换 设一共有M个特征 每个特征都表示成一个K为的向量 可以把所有特征表示成一个M乘以K的矩阵 对矩阵的行做average pooling 得到一个M为向量 向量的每个元素对应一个离散特征 比方说第一个元素对应用户ID 用一个全连阶层和RALU激活函数 把M为向量压缩成R分之M为的向量 R时压缩比例设置成一个大于1的数 再用一个全连阶层和SIGMOD函数 恢复出M为的向量 这个向量的元素都介于0和1之间 接下来要用右边的M为向量 对左边的矩阵的行做加权 把向量逐行乘到矩阵上 得到右边的矩阵 它的大小也是M乘以K 跟左边的矩阵一样大 以右边矩阵的第二行为例 它等于左边矩阵的第二行 乘以向量的第二个元素 中间M为向量的作用 就是对特征做加权 比方说学出物品ID 对任务的重要性不高 那么就给物品ID embedding降权 刚才为了方便 我们把所有M格离散特征 都映射成K为向量 其实这M格向量的维度可以不同 不会影响SE-NET SE-NET对每个向量做average pooling 得到一个M为向量 再用两个全连阶层 得到另一个M为向量 用来对M格向量做加权 最终SE-NET输出右边的M格向量 跟左边的M格蓝色向量的形状 完全相同 我再概括一下SE-NET的要点 SE-NET的本质是对离散特征 做fieldwise加权 举例解释一下field 用户ID embedding是一个64维向量 向量的64个元素算是一个field 获得相同的权重 如果有M种离散特征 Gm个fields 那么SE-NET计算出的权重向量就是M为 用这个向量的一个元素 给一个field做加权 也就是说 SE-NET会根据所有的特征 自动判断每个field的特征重要性 重要的field权重高 不重要的field权重低 刚才介绍的SE-NET对特征做fieldwise加权 下一部分内容是fields之间的特征交叉 意思是把两个field做交叉得到新的特征 比方说把物品所在地点与用户所在地点各自做imbedding 然后把两个imbedding向量做交叉 接下来我要具体讲怎样交叉两个向量 有很多种方法交叉两个向量 内积和哈达玛乘积是最简单的特征交叉方法 先看一下内积 Xi和XJ是两个特征的imbedding 求它们的内积得到一个实数Fij 如果有M个fields 也就是说有M种离散特征 那么会算出M平方个实数 推荐系统中的M的数量不是很大 量级也就是几十 所以M平方个交叉特征其实还好 不是很大 下面看一下哈达玛乘积 Xi和XJ是两个特征的imbedding 求它们的哈达玛乘积 也就是逐元素相乘 得到一个向量Fij Fij跟Xi和XJ的大小是相同的 如果有M个fields 那么就会算出M平方个向量 这就有些夸张了 肯定不能这么做 通常来说 如果用哈达玛乘积做特征交叉 必须要人工选一些Pair做交叉 而不能对所有M个fields两两交叉 不论是内积还是哈达玛乘积 都要求每个特征的imbedding向量 形状一样 都是K为向量 如果形状不一样 就不能计算内积和哈达玛乘积 Bilinear Cross是一种更先进的特征交叉方法 Bilinear Cross有内积和哈达玛乘积两种方式 我们先来研究内积的方式 Xi和XJ是两个特征的imbedding 它们的形状可以相同 也可以不同 计算Xi转置乘以WiJ 再乘以XJ 得到一个实数 记住FiJ FiJ是两个fields的交叉 用这种特征交叉的方式 如果有M个fields 那么会产生M平方的交叉特征 都是实数 交叉特征的数量还好 不是很大 做Bilinear Cross的时候 需要很多WiJ这样的参数矩阵 如果有M个fields 那么有二分之M平方的参数矩阵 假如每个参数矩阵的大小 都是64乘以64 有1000个这样的参数矩阵 那么Bilinear Cross的参数量是400万 参数数量太大了 不太可行 想要减少参数数量的话 需要人工指定某些相关的 而且重要的特征做交叉 而不能让所有特征做两两交叉 这也是Bilinear Cross 区别在于用哈达玛乘机 替换一个内机 就是这个地方 用哈达玛乘机 而不是内机 先把参数矩阵WiJ 与特征向量XJ相乘 得到一个向量 再求两个向量的哈达玛乘机 也就是让两个向量逐元素相乘 哈达玛乘机输出这个向量 即做FiJ 用这种特征交叉的方式 如果有M个Fields 那么会产生M平方个向量 对M平方个向量做Concatination 得到的向量维度太大了 而且其中大多数都是无意义的特征 在实践中 最好人工指定一部分特征做交叉 而不是让所有M个特征两两交叉 这样既可以减少参数的数量 也能让Concatination之后的向量变小 这节课仅讲了两部分内容 小结一下 第一部分是用SENet对离散特征 做Fieldwise加权 让重要的特征获得大的权重 不重要的特征获得小的权重 第二部分内容是Fields间的特征交叉 让两种特征的Imbedding向量做交叉 我讲了几种方法 包括向量内积 哈达马乘积 还有Bilinear Cross 把SENet和Bilinear Cross结合起来 就是Fibonet 文章发表在2019年 这些是模型用到的离散特征 包括用户ID 物品ID 物品类目等等 对这些离散特征做Imbedding 用一个向量表示一个特征 把这些特征向量做Concatenation 得到一个高维向量 以前我们就是直接把这个向量 跟连续特征拼起来 作为排序模型的输入 这样效果也不错 Phoebe乃台做了其他的特征变换 实践中是有效的 对这些Imbedding向量做Bilinear Cross 得到很多交叉特征 拼接成一个向量 先用SENet对Imbedding向量做加权 得到同样大小的向量 再对这些向量做Bilinear Cross 得到很多交叉特征 拼接成一个向量 我个人觉得这个Bilinear Cross多余 我们小红书没有用这个Bilinear Cross 直接做Concatenation就行了 这些是PhoebeNet对离散特征变换之后 得到的特征向量 对它们做Concatenation 输入上层的神经网络 别忘了还有连续特征 连续特征做变换之后 也输入上层的神经网络 跟简单的排序模型相比 PhoebeNet的区别在这里 PhoebeNet用SENet加权和Bilinear Cross 我们小红书也发现 SENet加权和Bilinear Cross 用在金牌模型上确实有收益 我们借鉴了PhoebeNet的方法 但是没有照搬 我们的模型结构 和Bilinear Cross的实现 都跟原文有很多区别 这杰克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